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了 队长 这个方案呢 我收藏了 你说说它有啥用啊 你别忘了 这个里边也有我的心血量 这版权属于咱们俩的 不能你说销毁就销毁了 对 行 那我就先走了 好 再见 你怎么又写上了 我一拿笔你就紧张 我当然紧张了 我比出现空中特情都紧张 其实我知道啊 这改变一个已有预案的演习 是很困难的事 我们的方案被否有个真正 我活心的是 我所有的建议方案 还没输团队大门的 就给通过了 这哪怕让军修长看上一眼 再给打两个岔 我一样 现在还算有点成就感 师父 不是我说你了 你也该到了某行的时候 什么某行 对 我是唐吉歌德 从今天开始 不信姜吗 改姓唐 说的什么呀这都是 总之 你就别再写了 迟着我要写什么呀 我不写方案 你放心吧 从今天起 我再也不写了 正是你说的啊 你回去吧 那我走了 去吧 傅教研 傅教研 拿掉去了 华敏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这次来模拟系集训 飞心机型 你不是改飞执酒了吗 怎么 又要飞心机种啊 这一次啊 准备飞预警侦察机 也就是空中指挥机 空中指挥直升机 还没列装吧 你们 我们这次从全军抽调了二十个人来集训 先飞模拟机 露露也跟你在一块吗 来了 她跟我一块抽调过来的 她以后就是我的搭档了 我们俩是这次集训 唯独两个女飞行员 真好 快一年没见了啊 也没见你黑嘛 您不知道 我这一年可终于保养了 有一些讨厌的男飞行员 说我是黑天鹅 我倒要让她看看 我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 傅教研 我帮您您 不用不用 几步路就到了 没事 我今天的科目飞完了 我陪您过去 那太好了 那上我家坐坐 就在我这儿吃饭 把露露也叫上 我给你们做几个菜 您不知道 露露交了个男朋友 总要给人家点时间和空间吧 是吗 男朋友是哪儿的 到家里我跟您说 团长 各位 找不出事啊 我跟您请假 去北京 去北京干啥啊 你不能让我出空去见她爸 这是好事 我同意 郑美娜 你是该对自己的事认真点了 我抑诊了 你上回给我们的喜糖 这怎么回事 什么喜糖 我从南华带的椰子啊 特产 那这次 把喜糖给我们待会儿了 他怎么没品呢 你得上个心啊这事 不能空着手 这是礼数 知道吧 知道 董事长 写空报告 我先看 行 早去早回啊 这事归你管 上回她跟父女那些空报告 我还没退下呢 这又来一份 等等 她刚才说 去见她女朋友的父亲 是哪个女朋友的父亲 华敏她爸妈 对 傅颖的父母啊 不同意傅颖再找个飞行员 为这事 他们闹得都要脱离关系了 华敏 你还真行啊 还能做几个菜啊 傅教员 你别粘手了 我来就行 辛苦你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傅教员 小杰不在啊 让她姥姥姥接回家住了 好 那行 那我们吃了 我们尝尝 怎么样 挺好的 你这是跟谁学的呀 我妈呀 我妈菜做得可好 从小我妈就教育过呀 要想有个好家 必须烧一手好菜 这怎么讲啊 您想吧 菜烧好了 那老公就爱吃啊 老公要是爱吃你的菜 能不想家吗 老公想家想什么呢 当然是想老婆呗 真真行 华敏哥 谁要是娶了你啊 谁就幸福死了 哎 傅教员 看您说的 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么说 她跟 画面的事算是闹错了 95%吧 哎 你也不问问 谁都没人啊 我早就知道 是你拉的气 不过我觉得啊 要不是傅饮家里 强烈反对 她跟傅饮也是挺好的 你怎么觉得 她俩就合适呢 从感情上来说 她和李翔是老同学 老战友的 这份感情非同寻常 从性格上来讲 一个是火 一个是水 一个阳刚 一个柔美 有很强的互补性 哎 那你怎么就觉得 江海跟亨天鹅 就不合适呢 我个人观点啊 在咱们飞行单位 两口子是飞行员 但很少 将来就是结婚了 在家庭生活上 难以避免职业性矛盾 哎 你这看法太偏面了 我不同意啊 这俩人的性格 性格好啊 都是外相型的 有什么说什么 直来直去 不惧小节 关键是 俩人飞行技术都好 你说这结婚了 两人在一起 有说完的话 她俩现在是一个 是不是一段 但人家去见她爸去了 难得她对自己的事 正上心 那可不 她上心了 她也就该收心了 是啊 那我妹就好管理了 这是苏东菜 怎么样 好吃吗 不错 可是你哪天有空 你教我呗 没问题啊 反正咱们都在学院里 您随教 我随到 傅教员 要不您给我留个电话吧 到时候你找我也方便啊 好啊 来 我 我不过来 来 通了 你这是跟谁的照片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 未婚的 他叫 他叫江海 是A集团军陆航团的 哎 你应该认识他呀 江海以前跟我说过 他 他和您 以前的老公 是战友 也是同学对吧 你说这疯子 我还以为他跟你说过呢 心灰意冷的江海 终于开始 把心思转移到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了 如果这次能见到傅颖爸爸 顺利通过老丈人的考核 也不失为一个小小的成果 他渴望着这次北京之行 为此他做足了准备 岂不知黑天鹅也有所准备 疯了 买这么多东西 准备过年啊 明天去北京 去街坟的爸爸 啊 有门 那谁该多带点东西去啊 以后啊 别得给老林羊哥买点东 老林羊是谁 小林 好啊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现在算起来的话 也应该有三年了 之前呢 还是他们的团长佐同军 给我们做的煤 那个时候 我还在四团飞运巴呢 原来是这样 嗯 来 傅小云 你说江海这个人怎么样啊 你觉得他 有的时候傻了吧唧的 就是要飞 什么都不管不顾他 是的 他人不错 你最近 是什么时候见过他 应该有一两个星期吧 傅小云 你吃啊 这菜不合你的口味啊 不是 挺好的 你看这事是凡客为主了 本来请你上我家 应该是我做饭的 怎么弄得像你请我似的 我这人就这性格 您别介意啊 傅小云 你刚才说的 江海 挺不错的 对于我来说 这就比什么菜都香 比喝了蜜还甜呢 以后啊 您要是想吃什么菜 到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随叫随到啊 华敏 你们现在 发生到什么程度了 前两年吧 我们俩就是断断续续的 但是感情一直没有断 应该怎么形容呢 偶断续续 对对对 就是偶断续 您形容得太准确了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嘛 发展得还比较顺利 转折点啊 就是她去南华市聊远之前 我们在A集团军实现了历史性的见面 久别重逢千里相会 那场面还真挺感人的呢 左团长带了一批官兵啊 到了现场 给我们做了隆重的见证 陆小媛 我给你看看那天拍的照片啊 这就是那天拍的 你看 后面那个就是我开的执酒 是执酒 你说巧不巧 她非执酒 我也非执酒 久久归一 我们俩的计划是 今年结婚 明年呢就怀疑生孩子 当妈妈了 我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就叫菲菲 因为我们俩都是飞行员嘛 她还说明天要到学院来看我 她要来北京 对啊 傅教员 你怎么吃这么少啊 我本来饭量就不大 那你还是多吃点吧 以当下高颜值白富美为流行标准来衡量 黑天鹅的优势闲而易见 加上大胆伶俐的攻势 势在必得的自信 黑天鹅的出现 让傅莹始料不及 究竟跟江海还能走多远 她心里也没了底呢 来啊我就怀疑你生孩子当妈妈了 给你生孩子 哎 来 你先azeごらん 你你也没有帅气 对吗 你也没有帅献你生孩子当妈妈了 他真的没有帅气 你不要帅气 他真的是 banyak 谢谢 电话都挣动半天了 谢谢啊 给我 喂 副姜 是我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上课的时候 你在哪儿啊 爸 我就在你家的楼底下了 我听这大包小包到上去不方便 你下来吧 江海 你不是说你去演习现场了吗 来不了 怎么突然又到学院来了 你不跟我说一声 我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你下来吧 下来吧 我 我不在学院 我到训练艺团去了 去艺训团了 那 那我不是白跑一趟了吗 那也怪你自己 你决定来北京应该给我发个信息吗 何必搞什么惊喜不惊喜呢 那你去多长时间啊 一个星期吧 好吧 我知道了 小杰他 Kai 你这大包小小的去看谁啊 你是想跟我玩突然喜剑对吧 谁跟你玩啊 我来看副鸟医 结果他不在 我这准回去了 怎么了 爸 你就是来看我的 你知道我在模拟系集训 所以特意跑来看我 对吧 我知道什么呀我 你在模拟系集训 训什么 你真不知道 副鸟后我当然不知道了 那你想知道吗 不想 你就说你想知道 能怎么样啊 就算你不想知道 我也要告诉你 虽然现在在保密阶段 不过 就凭咱俩的关系 告诉你我无论 又飞心机型了吧 疯子 疯子 我告诉你 我就喜欢你这聪明劲 你知道吗 我们这次 要飞空中预警机了 真的假的 当然了 太美了吧 我连知识都没摸过呢 你要飞预警机了 瞧你的羡慕劲 来来来 我帮你拎一个 给我吧 走 到我们招待所去坐会儿 跟您慢慢说 走啊 快 真好直说 来 快快快 走 她还说 明天要到许院来看我 那正是说你和小脸羊都过来了吗 嗯 你别听王子说什么 咱俩要是不见面 我也不会跟你们说的 这一次啊 我们只飞模拟机 但是王子什么时候飞 还不知道呢 听说 我们要飞的直八星啊 正在改装侦察预警设备 下一步 归属哪个单位也不知道 不过 领队的可是陆航部的人 是吗 嗯 同学员 招待所呀 你带我来这干什么 我也不住这儿 谁让你住这儿了 那你带我来这干什么 我带你见你神秘的人 神秘的人 谁啊 你迟早都要见的 见的对你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的 大领导 见了就知道了 我不去 我走了 你要是不见的话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瞧你那点胆 我能吃了你 走 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来学院呢 谁告诉你呢 王子吧 王子要告诉 也先告诉小羚羊啊 小羚羊根本就不知道你要来 是又不知道 那你这情报从哪儿搞的 你也不想想我飞什么机种的 十九针啊 所以说呀 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监控范围内 吹软 说实话 你拎这两包礼品来找傅颖 什么意思呀 管着吗你 我是来见傅颖他爸的 结果傅颖也没时间 他去医训团了 我铺个空 把这份报表交给团长 我已经签过字了 是 谁呀 谁呀 整理着着 开门 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妈 来了 是你妈呀 是江海吧 阿姨你好 你好你好 妈 江海特意从部队上来看你 你看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呢 你也太客气了 你还闹着干什么呢 快快 见过啊 你还闹着干什么呢 走走走走 走啊 走走走 走 快进去 他想干什么 看来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你的想法 无论怎么样 先把人找回来好好谈谈 小分转业报告就想走人 这不行 即使想转业 也得给我们先打成招呼 然后再打报告吧 江海啊 你和小敏的事啊 我们两年前就知道了 早就想请你啊 到家里聚一聚 吃顿饭了 可是你看 你们俩都那么忙 我呢 也是成天啊 在国内国外的到处跑 没有顾得上来 我这次啊 说什么 我也得过来 好好看看你 婉姨 我跟你说啊 我妈的公司刚刚上市 股东哪都有 还有美国呀 韩国都有他们的业务 我这个不诚心的妈 到处乱跑 这次听说我在陆航学院集训呢 所以特意跑过来看我的 对 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两天了 明天就要去香港了 你说你今天就跑来了 多巧啊 是啊 看来咱们还是有缘分呢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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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接接接 你接 团长电话 喂 团长 你好 江海 来 你马上给我回来 说呀 现在 少啰嗦 马上给我回来 是组团长电话吗 那我跟他说两句 团长 喂 老孟 刚才就听见你在吵了 黑天 黑天鹅 你们怎么在一起 我们俩不在一起 那他还能跟谁在一起啊 我跟你说 他跟我妈聊天了 聊得可好了 跟你妈吗 不是跟你爸爸 我说老孟你还真逗 谁跟你说是我爸了 是我妈 他未来的丈母娘 你看你看 江海傻笑的表情真逗 江海真跟他丈母娘在一起 见丈母娘了 现在就在一起 还聊得挺带劲 丈母娘见女婿越看越欢喜 行 先别催她回来了 让她好好聊聊 这是她的大事 大好事嘛 黑天鹅 您让江海听电话 你要跟江海说 好嘞 我要跟你说 喂 团长 江海啊 你呢 也别太着急回来了 跟丈母娘好好聊聊 在一起 一块吃顿饭 把关系拉近回去 团长 不是 政委问你没空着手吧 不不不 东西是买了 但但但 好好好 表现不错 你的事啊 等回来再说 喂 团长 只要等她回来再说 从这份转业报告看 她是随心以为应的 鸿生走了 她又提出来走 她俩可是咱们团里 两个最优秀的飞行大队啊 江海要是再走了 影响可是不达好了 团长 除了他们自身的问题 咱们团里是不是也有问题 江海要是干得顺行 她是不会走的 团里集体立了三能功 她个人严重警告 再加上她那些想法方案 得不到采纳 心里郁闷 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 江海这次副团没有调让 也是个重要因素 江海的事情 团里还是要向军令 积极地反应 即使要转业 副团也要解决了才走 江海 你跟小敏的事 我跟她爸爸一点意见也没有 我们俩跟你们一样 过去呢也是当兵的 阿姨还当过兵了 我跟她爸爸 就是在部队里面认识的 打财军的时候 我们离开了部队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军人的情节啊 一点都没有变 早就渗透在骨头里去了 小敏 小敏 能考上飞行员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你说全国有那么多的人 你说能有几个 能当上女飞行员的 所以啊 我们对她的工作都非常的支持 特别是她告诉我们 她也找了个当兵的 那我们就更高兴了 我跟她爸爸 早就跟她说好了 你们的婚事啊 我们都包了 你们俩呀 就在部队里面好好干 训练也好 打仗也好 都不要估计家里面 我们啊 什么都不缺 我们家现在啊 缺的就是英雄 没想到阿姨还挺开明的 我听了挺受教育的 那你们俩 就好好相处吧 什么时候结婚 赶紧把日子定下来 结婚啊 妈 佳海啊 你说你这孩子 你什么都挺好的 怎么一提到 曾经结婚你就脸红呢 你看看 还那么腼腆 怎么跟个大姑娘似的 也太可爱了这孩子 阿姨 团里还有事 我能不能先走了呀 星哥 星哥 你要有事你就忙去吧 我能见到你要就很高兴了 去吧去吧忙去吧 谢谢阿姨 妈 我去送送她 江海 你慢点 江海啊 我妈非要追出来送送您 阿姨 您太客气了 江海啊 有时间到家里去坐坐 好 谢谢阿姨 不要谢 那你们俩要 我先回去了 您进去 好 再见 阿姨再见 走 我送你到大门口 我说华明 以后能不能不要玩 不要玩这种幼稚的游戏了 这不是欺骗我欺骗你妈吗 我欺骗谁了 这不挺好的吗 您是怎么想到江海呢 这人你认识 不认识 他们那一届毕业的 都分到野战部队了 只听说飞行技术没错啊 战斗总结看了吗 看了 谁写的 是他们团里的参谋稿来 又看不太像 我那谁写的 大胆的讲话 从总体上讲 这个战斗总结 提出的对部队现状的看法 还是很客观很真实的 通过一次演习总结 提出了不少陆军航空兵 战术战法上的设想 很大胆也很超级 这不是很客气吗 是啊 有很多想法 跟我们陆航突击旅的 建设方向是一致的 有很多 比我们想的还要远一些 比如 在无人机的使命方面 我们在编制中就没有了 还有 陆军航空兵 作为主战编军 就不可能是单一编军 当然 这种想法 有点科幻相识 但可以作为 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 别跟我说得好的 说说 有哪些地方不可讲 口气太强势了 观点太坚韧了些 主观意识很强 有些提法偏颇 口气 口气 太强势了 太强势了 官队太坚韧了 挺可怕 非常多 如果作为一种 纯军事学术观点 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 要是放在现实部队里 就有点冒了 不是冒了吧 是有些冒犯了传统 是冒犯了我们陆军 传统的战术思想 不敢说呢 首长 到底是谁写的 怎么会在您这里啊 国防大学 很有名的教授 我说呢 确实有准备 毒后 祸以肥浅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你不是说 口气太大 主观意识太强 我今天晚上啊 就给教授打个电话 把你的意见发给你 别别别 不复杂 您千万别这样 我的那些看法呀 也只是随便说说 在著名教授面前 班门弄糊了 不过 毒后确实有触动 有启发呀 这可是你说的啊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 作者是江凯 是 是 是他写的 你看你看你看 编哪了吧 别别别别别 别解释 别解释 千万别解释 我们现在都养成了一个星 包括我 只要是名人哪 上级啊 写的东西 都得 养试 啊 就跟看着飞机似的 那学啊 啊 凡是夏季 那家伙不明复备 复式 那还得跳出来什么后卫人 跳不出来 怎么能显出门的水平呢 说的 你说的没错 不是吧 这篇总结啊 客观的讲 并不是完美到无邪可及 但是里面有一种精神 还让我感动吗 未必为感冒有果 首长 您是想把他也调回来 我当然想把他调回来了 跟你说心里话 陆定一号组舰啊 所有能动的感冒 我全部想了一遍 我突然感觉到 像江海这样的人才 应该是我的首选 江海肯定不行 为什么 他现在才是个大队长 正营之 职位太低 你告诉我 陆军一号的组舰 我们最缺什么 当然是飞行员 还有武装直升机 运输直升机 影区改革舰 各种专业技术的 大说大说大说 你说的都是共性 陆军一号的组舰 不缺新武器装备 更不缺飞行员 我们缺的是一个魂 魂 对 一个富有忧患意识 敢于创新的魂 你想想 我呀 还就是要这样的人 来给我当参谋长 首长 按照您的指示 我到A7段军 去了解了一些江海的情绪 就当前的形势下 您的这种想法 还不太现实 你呀 就拿我当一个鱼木疙瘩 好好开刀开刀 你快说 我倒不是担心江海太年轻 级别的 而是 在他的身上争议太多 一般人看来 江海就是一身的猫 左团长也是这样认为的 就说你自己嘛 你逞别人干什么 好 江海想法对 自然事就对 想法独特 别人就难以接受 别人不能接受 班子啊 就难以搞好团结啊 要不说让你来做政委呢 真好 你这么一分析啊 我被自己刚才那个想法 吓一跳 是不太合适啊 新组建一支部队 让一个营制干部 一下就提到 吕参谋长 这个事点太超前了 首长 您别夸我 好吧 我没那个水平啊 只是从政治工作角度上 去思考一些问题 不一定对啊 不 你什么时候能不在我这儿谦虚 我行行行 我行行 来 你看这样好不好 先把这人调来 做营长 参谋长的位置 让老鹏先接着吧 如果 让江海 当第一突击营营长 还是能胜任的 那就这么定了 对了 特战营的事也不能怠慢 我可不想东西西走 我的意思呀 还是整建制的调过来 明天陪我去一趟A集团军 这善军长啊 答应全力以赴的支持我 好 毕正伟 你再看看这些 这是特战旅去年的考核情况 编制表 花名册 实力都在这儿了 好 谢谢啊 王队长 有江海的材料吗 江海啊 江海就算了吗 他准备转业了 他准备转业了 陆航团领导前天 专门向军理做了汇报 是他自己要求的 江海自己打了转业报告 首长 要不我通知一下陆航团的领导 让他们过来 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不要 马上去到江海 告诉他 我在招待所等他 是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了 跟老岳父聊得如何 老岳父 没有老岳父 怎么了这是 聊得不好 还是你没送上去啊 你跟我说说呀 是老丈人对你不满意 还是你对老丈人不满意啊 没有老丈人 只有丈母娘 那感情好啊 直接就见丈母娘了 那你肯定没问题 行了 没看见我大大的脸吗 大大的脸冲我干什么呀 一副药吃人的样子 那我先躲你一会儿吧 站住 老丈人 你回来 坐下 听我说 是不是说丈母娘的气了 听我跟你说呀 父亲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北京 说他已经做通了他爸爸的工作 他爸爸答应见我一面 这是多么重大的突破呀 对呀 我提着两大包礼品 去了龙航学院 路上我都已经想好了 见老岳父的开场牌了 就等着父亲把我带过去了 可是我怎么就阴差阳错的 把两大包礼品送给了黑天鹅的妈妈 你等会儿等会儿 我有点懵啊 我到现在还懵呢 你让我捋一下啊 傅颖的爸爸 是你的老岳父 对吧 黑天鹅的妈妈是你的丈母娘 不是啊 反正是是是这个意思吧 师傅 牛啊 牛什么 不仅飞行技术好 劈腿功夫也了得 我劈谁了 我劈你我 这不明明白白脚弹两只船吗 一边是副影一边是画面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难受着呢 这趟脑胃透了都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现在还稀里糊涂呢 这事你可不能稀里糊涂的啊 一定要拎清楚了 我不是要去见傅颖的吗 这我知道啊 可是怎么就冒出个黑天鹅啊 这不巧啊 傅颖出差了 老业父我也见不着了 我准备打道回府了 可这黑天鹅不知道 什么时候飞过来了 那黑天鹅怎么会在陆航学院呢 他跟小丽阳在模拟系集训呢 对 小丽阳跟我说了 闹了半天也在陆航学院啊 我我最怕见这个黑天鹅了 老话怎么说的 一物降一物 你怎么就那么怕他呀 不是啊 你不知道 他一见面啊 就这那那这的 说个没完 说了我云里雾里的 稀里糊涂跟他去了 学院招赖所 然后他说 带我见一个人 我又稀里糊涂跟他去了 你才见着谁呢 话给他骂我 那这丈母娘对你怎么样啊 热情 那叫一个热情 拉着我的手不放 俩眼睁都死盯着我 我像被雷达锁定了一样 没地儿躲 没地儿躺 那你当时大脑肯定一片空白啊 是啊 我当时说什么话我都记不清楚了 那就认了丈母娘了 没有啊 这点底线我可守住了 后来团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团 算是让我找了一个脱身的借口 那老天鹅还问我呢 和黑天鹅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 那叫一个险象还生 金心动魄 我也是看明白了 无论黑天鹅做多少努力 也抵不上你心里的副教员 我跟黑天鹅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跟你说啊 全团上下现在都知道 你上北京这一套实践黑天鹅的骂子 这都是认同的说法 不是 你说什么全团上下都认同啊 都说嘛 你请假去北京 同时呢 把结婚申请报告也递上去了 扯淡 我交什么结婚报告 我交着转业报告 什么 转业报告 你要转业啊 我亲手交给团长的 你开什么玩笑 你是要转业的人吗 我怎么就不能转业了 红绳都能转业 我怎么不行啊 不是 那你怎么 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我的事跟你说得着吗 那我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 你呀留下好好干 前途无量 什么前途无量啊 好 你要走啊 那我也走 我也转业 胡扯 胡扯